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在八字里面 复刻的这两个字 就像我学生 他就传了一个八字给我 他传这个八字给我 他就是说 老师这个八字 是不是 他的判断就是伤官客观 因为他的排列组合出来以后 他是怎样 食伤去客观 食伤去客观的一个情况下 这一个人就去 那个找精神科医生 因为他的精神方面就是忧郁症出了问题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就说奇怪了 老师怎么会这样子 我要跟各位讲 他们两个在互克 就等同 是在打架的意思 两个字在打架 我们会知道 被克的是后面这一个 所以这一边是输的 这一边当然是赢的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就像拳击场两个人在打 我们当然知道输家 就一定是很惨 但是请问赢家 他就一定很好过吗 他也一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 所以当两个在互克的时候 他们两个 其实都会受影响 两个其实都会受影响 所以我就跟他讲 他的这一个忧郁症的起因 就是在于他的工作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工作上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导致他有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要去知道说 其实互克来讲 什么克什么 一般我们都会说后面的这一块会比较差 可是实际上有的人会验证到前面这一块 所以在互克的两个 我们一般都不太会说他有多好 所以你看 例如假如财破印 除了印售商以外 他财也不会多好 他的财也不会多好 所以有的时候会验证到卖房子 他为什么要卖房子 欠钱卖房子 欠钱卖房子 只是说绝大多数 我们会只看后面这一块 可是实际上 他前面的这一块也会不好 你就把他想做两人在打架 所以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的 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的情况下 所以你就要知道说 这两个都有可能会伤 同样的道理 我们假如在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 甲木去克了一个雾土 我们一般正常的情况下会说 雾土就是你的胃可能会不好 但是有些人他是甲木也会受伤 所以一般你假如碰到克的时候 最保险的一种批法是 两个同时都跟他批不好 两个同时都跟他批不好 这是最保险的批法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 虽然他只是单单一个克的现象 可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有说过三位一体的这一种的现象 就是被克的 克人的 还有中间属缺的这种 很有可能 你看一个小小的克的现象里面 就包含了三个要素 这个不好 这个也不好 他们为什么会不好 为什么会吵起来 中间缺的那一个造成的 所以各位 不要小看一个克 就很像 你要知道你的一个衰运 你现在一个衰运出来 他绝对不是只是单单的那个表象而已 例如我被人家骗钱 破财 我绝对不是就只有财 损失了 那只是后面的一个结果而已 可是我为什么会破财 有笔尖来破财 笔尖就是什么 有别人来煽动我 或者是诈骗集团的来骗我钱 其实就是在人的这一块 他其实也是出问题的 你认识到了一个骗子 你认识到了一个朋友 结果到最后他骗你钱 或者是说 你的兄弟姐妹 他来跟你借钱 虽然表面上你是破财 可是各位是不是笔尖 他也是在当中作梗 你为什么会被骗 没有食伤 食伤就是思考的智慧 当时候没有去考虑到 所以就造成了 这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被克 这个通常被克的 他是一个结果 这个事件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可是他当中有包含了很多的因素 是谁来让你破的 为什么你会破这个财 这一些都在这里面 也就是说 这一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他绝对一件事情的发生 不是只有那个结果而已 了不了解 那个结果 他所产生的这一个因素 有哪些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财破印 印他是个结果 起因在这里 那会导致这一种现象的发生 是因为中间缺少的那一个元素 所以一个克当中包含了 这么多的一个现象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 老师怎么 没有受伤的他 他也在论受伤 其实各位就是一个因果关系而已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这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支持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